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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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快闪 棒棒相传 朗读起跑咯 来自金融市立国中校各校乐推老师齐聚 在明德国中市区共读站共同朗读 更串联网络平台 邀请全台各地的民众一起进入书香世界 2023金融事件书香日正式开始 在这整个世界阅读日所要分享的 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由我们谢市长开始 而由我们现场每一个学校 发展他们自己本身的特色 那最重要的是鼓励我们阅读 也希望透过书香的传递 让每一个知识都能够升职的 在我们的教育现场 阶列朗读分享幸福 第一棒就是市长谢国良 将书中充满正向能量的话语 分享朗诵 今天要朗读的书名是 基隆的气味 有陆文化出版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全国图书教师辅导团 教授都一起推动阅读的丰厚动能 学生也以国语 阿美族语 越南语 接力朗读 我们班每次用同样的方式 一直重复的讲 一直重复的讲 希望阅读可以带带相传 就是要棒棒相传 市医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一作 也亲临现场给予满满的肯定 今天来参加这个阅读的 棒棒棒相传的快船活动 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而且非常壮观 除了说线上的一些活动之外 还有结合到甚至要推展到 我们世界的树香日 然后有肯定我们小爱爸爸带领的团队 尤其我们教育处长 牛美兰牛处长带领的一些团队 真的很辛苦 也谢谢你们 你们很棒 然后有机会我想从这个经验 让我感受到真的是阅读 真的是很重要 接力朗读影片 全在跨越基隆脸书专页上 欢迎大家找好朗读文本 接望人拍摄两到三分钟朗读影片 将影片连结贴到跨越基隆粉砧 共同投入书香世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